這裡是媽本城B家 大家好我是K&E 我們今天會介紹 介紹什麼? 澳洲人很喜歡的醬 澳洲神醬? 是 讓你們看看這隻澳洲神醬是什麼 就是Vegimite 你們很喜歡吃Vegimite 是 記住你們來到移民的時候 很多人誤會以為這隻Vegimite是朱古力醬 之後他們回去塗在麵包裡 想著很甜的很好吃 誰知道鹹到死了 Vegimite在澳洲是很有名的澳洲神醬 它有周邊很多產品 今天Bunny和K&E 想介紹兩隻他們很喜歡吃的餅 這個是Shapes Vegimite 和Tea's Flavor 你們是不是很喜歡吃的? 是 你開來給大家看看是怎樣的 是澳洲神醬 這個是澳洲神醬 我先找一個Tasmania 找不到Tasmania 原來他們兩個發現 吃Shapes 我們經常以為只有澳洲陸地的樣子 因為它有澳洲的形狀 原來他們說在裡面是有Tasmania這個形狀 Shape這隻餅的時候你們可以自己找一下 看看究竟能否找到澳洲的地形 和Tasmania的地形 K&E 是不是很好吃? 你一天可以吃多少包? 你今天早上已經吃了一包 是不是? 是很喜歡 那我們試試另外那隻 這個是很硬的 很硬的 不是那麼鹹 不是那麼鹹 Shape是鹹一點的 這個比較鹹 這個味道很鹹 那哪一隻的Vegimai味比較多? 這個 哦 怪不得我看到K&E 有時候會不斷舔那塊餅 那你開吧 是這樣的 好像芝士一樣 好像麵包 硬麵包仔 很硬的 沒有黑色的 好像看不到它的醬 沒有黑色的 但是另外的Shape是有黑色的 K&E 你拿出來看看 你看它那裡有塗滿了它的醬 不是塗滿 不過你看到它有 所以Shape那隻 如果Vegimai餅乾的話 是Shape的大味 但你兩隻都很喜歡吃 嗯 我喜歡這個 其實如果我們出去看戲的話 在戲院都會有買到Vegimai味的炮菊 或者是Vegimai味的花生 不過呢 因為他們兩個都不喜歡吃花生 所以我們就沒有買到Vegimai味的花生回來 給他們吃 而炮菊是一定要在戲院才有得買的 所以我們就 現在疫情 我們就沒有去買了 不過今天Bunnyi預備了一些東西 去教你們怎樣吃Vegimai 我們今天會給你們看兩個方法 可以吃Vegimai 是你們很喜歡的方法去吃Vegimai 是 我喜歡的方法 好 第一個方法是什麼 我們可以用這些餅 梳打餅 梳打餅 塗進去裡面 我看過 有些人可以擠那些Vegimai 好像一些 蟲子一樣擠出來 好像一些蟲子出來的 好嚇人 好嚇人 你試一下 這隻醬 對了 然後塗上去是不是 要 嗯 嗯 多多 嗯 你可以拿去 那個醬是黑色的 全黑色的 所以你會 嘩這麼多 鹹死了 可以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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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子 可以夾不到 這個洞太尺了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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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快 嘩 三秒 三秒 Bunny 你是不是吃完了 你是不是準備好了 教我們怎樣做Soldiers 你吃了 好 那你開始吧 Soldiers 我們要些什麼呢 我們要有兩塊麵包 兩塊麵包 兩塊麵包 還有很多的東西 還有呢 這個是什麼來的 芝士 芝士 對了 那他會自己 早上起床 或者上學 他會自己 這樣塗給自己 拿回學校 其實很多人 會叫這個 不同 這個東西 不同的名字 不過我們 去一個咖啡 他們就叫Soldiers 所以我們都叫Soldiers 好恐怖 你們不要看到 BunnyE 和Katee 好像很喜歡吃 這隻Vegimai 以為這隻Vegimai 很好吃 於是你們在香港 去白街 或者衛康去買 因為這隻醬 其實是很難吃的 很難吃的 很難吃的 放進去才是Toast的 好 因為這個 是需要 拿去的 多士爐 燙一燙 我們現在去燙 轉眼 我們就把 剛剛 BunnyE 做的 三文治 那隻Soldiers 我們就燙好了 他們是很喜歡吃的 你可以近一點點看看 它燙了之後 因為那個 芝士 所以 令到那個Vegimai 醬 是 他們覺得更加好吃 我在這裡幫他們 加多了一塊麵包 是因為我覺得 加多了一塊麵包 好像那個東西 沒有那麼鹹 而且感覺上 他們飽肚一點 不會那麼快 又要多一份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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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很努力地 不斷吃 不斷吃 不斷吃的期間 我想如果大家想試 Vegimai 你們就不要先去試 這隻醬 可能這隻入門 會比較容易 因為這隻 我聞下去 我還能接受到 但這隻 這個 味道 是重很多 很多很多 所以 要闖關 就先試這個 再試這個 最後才 吃Vegimai 醬 因為它是一盒全黑色的醬 所以 真的不是人人都接受到 這隻Vegimai 這麼特別的味道 這隻醬 澳洲人說 它是很健康的 你看它都標明自己 有很多維他命B 同時它是由黃豆製造的 所以 你也想像到 我們的醬油 都是由黃豆提煉出來的 所以 它的味道是 鹹鹹的 但比我們一般的醬油更鹹 讓你們看看 它後面的成份表 你看到 其實它的醬油 level 是很高的 所以 其實也是少吃為妙 不過 因為這裏的小朋友 他們真的太喜歡吃這隻醬 所以 所以我們 家裡是必備的 我們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他們倆已經想著 不斷吃不斷吃這隻 這隻 已經不想再跟我們說話 你們還有沒有話要說 拜拜 還有點讚和訂閱